欢迎来到Oh My Book 哲伟说书 今天来到133集 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叫 找到你的维他命人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名称很有趣 维他命人 我想我们在补充营养补充品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会补充维生素或是维他命 但如果我们身边有人 他就像是维他命的存在 哇是不是很棒 你光只是跟他聊聊天 碰碰面吃吃饭 你就觉得精气层全部都充满电了 这种感觉很棒对吧 所以这本书呢 其实他在教我们 怎么去辨识关系 甚至哪些是有毒的人 以及呢 我们也致力于我们可以成为 别人的维他命人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聊 我们要先辨识出 应该远离的人 我们常常觉得说 断舍离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 既然我们都知道重要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啊 很多人哦 非常的善良 他觉得说 哎呀 做人干嘛 干嘛这个划分得这么清楚 哎呀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大家都是呃 好人哦 大家都好好的就好了 哦 不要有太清晰的界限 啊 那没关系的 这样子 那我想跟大家说 一个人慈悲善良哦 不等于 我们就应该要就是 所有人都帮 然后没有界限感 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先厘清的哦 一个善良 一个有慈悲的人 其实他应该更有智慧哦 所以严格来讲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有分 聪明有智慧的 慈悲的人哦 跟这个愚蠢 然后比较愚昧 哦 的这种慈悲的人哦 我觉得他是有差别的 在讲怎么变事 应该远离的人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说 为什么要筛选 因为你得要保护你的能量 保护你的情绪 保护你的状态 如果你人人 你都不管 你都不筛选哦 那我想这个 对自己的能量 一定有巨大的影响 甚至 如果你的状态不好 其实你也帮不了别人了 所以就是很典型的说 如果你帮着帮着 自己都被拖垮了 那你这个帮 其实很有限哦 所以如果 分两种 一种是你不知道 这个观念 你没有想过 有些人可能 他是黑洞人 他会把你能量吸光 会让你没办法 继续去帮助 更多人的话 那大概你现在 要学的就是 那我要怎么去筛选 我要怎么去断舍离 如果你是第二种 你明知道这个观念 但是呢 你始终不敢 去做这样的筛选 就代表 你想要当那个烂好人 你害怕别人 看你的眼光 你也不好意思 去做一些的决定 那么我觉得 乍看你好像很大爱 事实上 其实底层来讲 其实你蛮自私的 你的自私是来自于 你只在乎别人 怎么看待你的面子 怎么看待你的这个观感 但是你并不在乎 你自己的身心灵的状况 跟能量 所以我说自私的点 是因为 其实你之所以是 让好的 未必是你真的 想帮所有人 也许有些人 他们是 只是不敢当 那个坏人而已 所以你能明白吗 我之前在Podcast 就有分享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 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人很好相处 然后很愿意帮忙 他一定是善良的人 他一定是十倍的人 我当然也很希望 给大家讲这个结论 这结论看起来 比较像是出现在 书本里面的金句 那也让大家 比较正能量满满 但我得说 这群人当中 有些人他是 打从心底 就是真的想要帮别人 没有错 但是有一大部分人 是他不敢拒绝 然后他是爱面子 所以呢 他其实打从心底 就没有想帮别人 他只不过就是 因为没办法 这样拒绝 会被当坏人 他想要隐藏自己 那个内心 比较坏的一面 所以他只是 在意别人 怎么看他 所以他才去 做一些慈善 或是才去做一些 帮助别人的行为 所以各位 乍看 做一样行为的人 看起来都是在利他 看起来都好像在帮别人 其实我们 要更看的是 他的起心动念 是不是 真的想帮别人 还是他只是碍于说 他不想当那个 跟大家不一样 或是他不想当那个 被发现 他是很自私的人 所以他的选择说 好啊好啊 他心里是不要的 只是他就觉得 因为不知道怎么拒绝 或者是他当下 好像一种 骑虎难下 不跟着去做 好像自己不合群 所以才去做 所以各位 你能明白吗 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他的第一性原理 甚至看他的底层逻辑 好 那我们就可以先明白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助别人 你真的想利他 我得告诉你 你就是要懂得筛选 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 保护自己的能量 你的能量不足的话 你能帮谁呢 但你自己都帮不了了 所以各位 你可不可以这样的理解 你当你想要做 极大化的所谓的利他 某种程度 你就要有一定程度的自私 但那个自私呢 并不是说去践踏别人 或者说去拿别人好处 我这边指的自私是 关照自己的需要 关照自己的状态 所以你能明白 那个是一种顺序 很多人的这个 想要利他帮助更多人 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做到 先好好的关照自己 怎么样能够产生更多的能量 怎么样更多的能力 因此他就可以帮到别人 这很神奇对吧 一个想要这个发大愿 想要帮别人的人 他其实必须要去 在care好自己 反过来说 一个自私的人 也许他为了行自私 想要拿取资源 所以他会伪装成一个 好像就是 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这种就是让好人 不懂得拒绝 然后什么都好 然后就是会用一些的 这个手段 去想要行使他 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很神奇对吧 一个发大愿的人 他反而要先学会怎么样 透过自私的途径 去利他 去帮助更多的人 但是一个自私的人 反而他会用这个 这个利他的途径 那过程中 去一直获取资源 所以这个就是人性的底层逻辑 这个大概很多人不讲破 或者是很多人根本一辈子都看不懂 到底人性是怎么样 我得说 其实你越晚学会 你大概就会吃的亏越多 那你没办法去筛选 没办法去辨识的话 这种这个过程 你就会觉得心很累 有时候你的心很累 就像前几集讲的 就是你心里所向 跟你所做的 他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另外一种心累 是你相处的 好烦 他就整天搞中搞西 而且你永远无法分辨 他是那种 因为大爱 所以他学会怎么样保护能量 然后去照顾 去保护好自己身边爱的人 还是他其实根本 其实他底层是想要获取东西 他是自私的这个底层 但是他用这种利他的方式 就是来去获取资源 这个你无法判断 但我得说 这些过程中就取决于什么 当你很好 你真的帮了别人 你的行动内 是真的希望别人好 还是有别的目的 还是你去帮别人好的目的 是想要操控这个人 其实这个都 这个就是要去学会去分辨 那获取资源一样 你获取更多的资源 是想要再帮更多人 还是获取资源后 其实你是想要为自己所用 这大概是 完全截然不同的观点 所以刚好这本书 有机会跟大家谈 这个比较深的一些 关于人性 关于这个判别的一个方法 我想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 之所以会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观察过一个现象 会听哲伟说出的听众 我有观察到一个还蛮神奇的现象 就是我发现 我们就是在说你 我们的听众有一个很棒的特性 就是其实能量很高 然后很愿意利他 相对来说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善良 可是我觉得或许有些人当中 其实你不太有能力去分辨 谁该帮谁不该帮 谁该远离 谁该持续的 可以成为这辈子的好朋友 我想我发现我的听众 有这个特性 所以我在这边讲这个观念 其实无非是希望说 可以帮到我们这群 真的善良的人 同时也有能力 可以去保护自己 所以我常说 一个人如果只有慈悲心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只有慈悲心 你没有那个能力 你也没有就是看人性这个方法 你大概你也是无法判断 做对的事情 那就蛮可惜的 所以我就鼓励 我们要有慈悲心 我们同时也要有帝王术 我们有这些的所谓的手段 我们有这些看人的这个方式 其实当我们有慈悲心 又有这些方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利他 可以走得更长久 否则你看 一个人说要利他 就是他任何能力 跟任何的方式 甚至他无法分辨 有人他就是来拿资源的 他只是来拿的 他没有要付出 他也没有去帮别人 甚至他拿资源同时 他还会去竞争 他还会去把别人干掉这种心 那你这种 你持续的跟他这样子 互动下去 那你本来说要利他 就是你全部的资源 都被这种 所谓的索取者拿走的话 那你要怎么持续利他 而且能量都没了 你怎么继续 所以各位 这个是如果你这个利他是完真的 我得跟你说 你如果是要完真的 你就会懂得筛选 你就是要学会这些 你才有办法让你的利他 能够持续跟长久 而这本书 他有说 怎么样辨识该远离的人 他又举了蛮多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 他说自私者 你要想办法避开 我得说 就是刚刚讲的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 这个 关照到自己 我觉得这很正常 这个自私者并不是说 你这个 一个合照 第一个看自己 这样就是自私 不是 那个是人性 这是人性 但是自私的意思是说 他们其实 完全没有什么同理心 他也不会想去理解 别人的处境 尤其有些人在聊天 就是当人家讲一件 很悲伤 或是说需要帮忙的地方 那这类型的人 他就会插话说 我怎样怎样 就是 你压根就没有在听别人 在讲什么 然后你就当那个话题小偷 甚至就是 自顾自个讲自己的 这种其实就是 自私的一个 一个倾向 所以这个都 可以去看 他们不喜欢听别人的问题 对别人的这个问题 或是困境不感兴趣 所以你跟这些人相处 你就觉得好累 然后呢 他们也希望 他可以成为你生活 用餐聚会 或是谈话的主角 所以他就一直讲 我我我我我 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迹象 或许他就是 形象所谓的自私者 下一个叫做 负能量者 有些人就是 真的 他说他口才不好 他光抱怨一件事情 他根本就是 国际演说家 他超会讲的 但他的讲都是在抱怨 那怎么会口才不好呢 就是像我上次有讲 就说很多人说 他阅读好痛苦 他看书 什么文字很难阅读下去 但是之前的一些 绯闻事件 八卦事件 哇那么几万字的新闻 都看得完了 我都觉得 这个真的是 人的潜能 真的是 很很无穷的 那根本就不是你不擅长 其实是 我们都有我们的能力 可以做到的 只是说 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理解 可以怎么做 那负能量者就是说 他基本上遇到什么事情 他都是负面的去看待他 我得说我们每个人 都一定有一些负能量 跟这个比较负面的想法 这是肯定的 但这个负能量者是说 他们是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都在抱怨 然后明明很多事情 你就觉得这个真的是 他又不是恶意 或是他也不是坏事 或是他 这个还好吧 可是他们就是人生的宗旨 就是 抱怨就对了 那是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 哇都抱怨这样 哇 各位你有想过 一个人如果 假设说这样的人 他花抱怨的时间 转成 拿来阅读 拿来学东西 或是拿来 选一个专业 去累积一万小时的努力 说不定 他都做成了很多事情 但很可惜 对他来讲 他觉得抱怨是比较 简单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很可惜 所以这叫做负能量者 我们也要真的好好的去辨识出来 再还有一种叫嫉妒者 就是说 当别人过得比他好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很苦恼 甚至他会想办法把这个人拉下来 我觉得这种超可怕的 所以我们常听到人说 你的好朋友 你的闺蜜 有些是他不希望你不好 但他也不希望你过得太好 因为你过得太好 就显得他很懦弱 就显得他能力不足 就显得他就什么都很差劲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听到螃蟹理论 就如果一桶的螃蟹 有人要爬出去 在桶子底下就把它夹回来 其实在人性当中 也常常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如果你有发现那些 有些人就算他看起来 好像是知名人士 或者是你大概相处一阵子 有时候其实像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 我过去十年来 确实有一个 很棒的优势就是说 我确实看的人的那个数量 确实比一般同龄的人 甚至可能比一些退休人士 还要来得多 因为大部分人工作性质就是说 就是上班下班 大概就是那些同事 那就是那些人 所以可能平常会相处的人 大概就是 maybe那十个吧 或者是顶多十五二十这样 那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幸运 就是说我过去十年 我真的会有比较多的机会 去跟各式各样的人接触 所以我也是大量在累积 那个看人的经验 大概会知道说 有些人其实跟 人家所说的评价不太一样 他其实有一些 他的一些状况 或者说他的可能原本的习惯 就是比较见不得别人好 那大概你看 你遇到那种见不得别人好的 很麻烦 因为如果你有好事情是发生 他只会在那边酸言酸语 就说你凭什么之类 或说反正就是会讲一些 有的没的 那这样很累 但是如果各位 你真的没有办法说 去切割这样的人 比如说假设那可能 就是你的家人 或者说就是暂时 离不开的同事或什么的 我教大家一招很厉害的方式 我希望可以保护到大家 你遇到那种负能量的人 或是你遇到那些那种 就是会很擅长嫉妒别人 会见不得别人好的那种人 我跟你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你一定要学起来 就是你在他们面前 你一定要想办法示弱 你一定不能就是让他觉得 你比他好 不管任何的成就啊 什么的 你都一定要就是 反正你只要讲到的话 你就是要说 真的我也不擅长 其实我也做不好 或说就是像 有时候是说 人家看到社群媒体 po啊什么的 我就会跟他说 没有啦 就是社群媒体 我当然就是po 这是好的一面 那当然我 私底下也是很挑战 或说 就是我也不是很擅长 我也还在学习 诸如此类的 我就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种人就是说 你的成功会成为他的 这种阻碍 然后我说 你的成功会对他来讲 是次言的 所以这种人就是 平常没事干 他们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看见别人要 往上爬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拉下来 他们以这为乐 因为他自己不想往上爬 他觉得 有点像爬楼梯太累了 那不如我就停在 这个阶梯这边有没有 然后看到谁要往上 我就把他拉下来 然后就觉得 爽啊 就是 如果这个后起自备 比我还优秀 我不是丢脸丢到爆 或者是 我们都是同一间学校出去的 一个财富自由 然后一个在那边 就是整天加班 任谁心情都很难受 所以有时候 这个人性的底层 就是 有些人他们就会 用把别人拉下来的方式 让自己好过 因为他自己 可能没办法往上 或是他不愿意往上 所以如果各位 你遇到这种所谓的 负能量者 或者说所谓的嫉妒者 各位 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 你任何 你那个家庭 夫妻在幸福美满 你都就是 但不是故意要说什么 你跟你的 另外一半快要不行了 不是 也不用说这么夸张 但是 你懂吗 就是说 这个真的很挑战 我也还在学习 这样带过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记得 我深信会听 Oh my book 这位说书的听众 你绝对都是那种善良 然后愿意利他的人 但是我 我这一集 真的 最大的目的 我就是希望可以保护到 你 保护到像你这么棒的特质 不希望你被社会这种人 去玷污 或者是 去 去伤害的 所以我得告诉你 你真的遇到这种人 你相信我 你试试看 就是 那就是 要把自己降低一点 那你也不用觉得委屈 因为你降低一点 是为了不要受这些人攻击 这边我要讲一个很重要观念 我相信很多比较好强的人 像我过去的我就是这样 就会觉得说 干嘛 他要斗 来啊 我又不是斗不过他 我又不是没能力 我又不是没资源 对吧 但是我想跟你说 我之所以教你这样做 并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能力 可以干掉他 或者是 可以 可以 阻挡他的攻击 但是我想要说 这种小的人 很麻烦是说 他在暗啊 你在明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就是说 你当然跟他正面 对决 你一定是把他 可以解决他的 肯定的 但麻烦就是说 那你在忙你自己的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 他在外面怎么样 到处在那边 伸风叠火 或者说他怎么样 攻击 就是暗箭难防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与其 这种 你一直在前进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遇到这种人 我们就是闪远一点 然后 但是同时我们不需要去 树立心的敌人 你知道吗 所以你树立心的敌人 很麻烦啊 这种小人 他们真的是 人生无大志哦 唯一的大志就是 把那些可以成功的人 都拉拉下来 他们觉得很爽 很开心啊 那真的就很麻烦了 各位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一个忠告 另外呢 还有这所谓的 这个愤世技术者 就是 哇 这种人也很麻烦 因为他 本身就会觉得 什么都不行 然后什么都抱怨 其实跟他负能量有点像 但是这个是更 更到恨的这个地步 那这种状况 为什么也是很危险 因为 这种愤世技术的人 如果今天 你在他身边 如果假设有一天 他不知道某个原因 他也觉得 你是 对他有敌意 或者说你这个 要伤害他 做此类的 哇 你真的是 有时候人就这样 就我们专注在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们专注在提升 成长 前进 那突然有人就 他的情绪不稳 或者说他甚至有一些 情绪的疾病 那他就转成 把你当成 你想攻击他 这无中生有的事情 他讲的跟真的一样 那这就很麻烦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 当别人就是 在那边胡说八道的时候 你在那边跟他辩论 在那边解释 你知道这个麻烦之处在哪吗 就在 你在路上看见两只狗互咬 你会知道哪只狗是对的 哪只狗是错的吗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只知道说 两只狗在互咬 那最后 对 你会远离的 就是这两只狗吗 你根本 也不知道谁对谁错 那说不定 他们互咬 有一个是正当防卫 另外一个是攻击的人 可是 大部分人在看到 这个现象的时候 这压根就没有去分析说 到底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谁是 有意要去 拿墨水到处破人家的 然后谁是 被陷害的 这类的 所以你看 狗咬狗的结果就是 两边都一起沉沦 就很衰 所以你看 那你遇到这种人 真的 其实要光速逃的 你一定要做筛选的 跟这种人继续 混下去 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所以各位这个就是 要跟大家 分享清楚 所以其实书中 有讲了非常多 关于你要想办法去远离的人 我觉得 其实有点深 因为我自己在看 坦白讲 如果不是有过去的 这十年 比较大量的 接触人的 这种经验的话 其实我看了 我 我想过 我可能会看不懂 这本书在讲什么 我觉得 但是因为这些 说上讲了 我大概都 曾经有一些些的 体悟 体悟 有些他们就是 大概这样的 也知道他们的手段 大概是怎样 所以后来大概 在看人的精准度 其实有一直 一直在提升 那我学看人 其实就发现说 我的底层逻辑 就是我想要保护 我爱的人 我在乎的人 甚至我想要保护 我的听众 那我就要用这样的方式 能够去保护 你与其一直 站在身边保护 不如就教 怎么保护自己 对吧 所以为什么 今天这本书 在讲的过程中 我讲的比较深 就关人性这一块 就无非是希望说 各位 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真的要懂得 远离这些人 不要浪费时间 跟这些人在斗志 因为 这些人真的是 第一个 他在暗处 第二个是 他这辈子就吃饱 每次干 要做的事情就是 这个 去弄那些别人 这样 那对我们来讲 不是吃饱 每次干 我们很多 我们想要达成的愿望 达成的目标 那你跟这些人 只要黏到边 哇 好麻烦 所以这个 各位 你一定要 能够去明白 我们一起来 这样子 理解看看 那当然 怎么样能够避免呢 书中有教 怎么做 他说 其实 你要避免 跟他接触 跟互动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 然后你要谨慎的一些 尽量不要跟他讲太多 你的一些资讯 因为这些人很讨厌 就是说 他们会把你的资讯拿去 穿着附会 你知道 编出来的故事 最麻烦的是什么吗 最麻烦的不是 他整篇都是假的 整篇都假的 你一听就知道了 最麻烦的是 这篇里面有真有假 然后就很雷同 那你听了 你就觉得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甚至有些人说 事出必有因 会有这样的说法 就代表一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才不是 有些人他们就是 被他妄想症 他们就 天生的编剧 他们就很喜欢乱讲一通 那你还用这种 底层的信念 就认为说 那一定怎样怎样 那你不是 错得太离谱了 所以这过去这种经验 真的是 其实就是说真的 就完全不要接触 不要互动 真的还是比较好 你跟他有一些好来好去的互动 你都不会知道 他有什么时候突然发作 或是突然 就是 吃饱没吃干 就找你来当娱乐 那很麻烦 另外就是 忽视对方的意见 因为对方的意见 其实对你来讲 没有太大帮助 因为他的意见的目的 都是为了要搞垮你 所以如果你一直这样子 被控制 其实是很麻烦 更重要的是 你千万不要因为 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你的健康有掌控力 也就是说让你可能受影响 所以说真的 我的立场是这样 这些会对你有影响的 能封锁就封锁 真的 不用在那边 怕当坏人什么的 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没封锁 又一直看到那个讯息 那你没看到一次 你心脏就抖了一次 那你有完没完 你的健康去掌握在一个 你不是那么在乎的人手上 你不觉得你很愚蠢吗 就是你怎么会让自己 一直暴露在危险当中呢 你的风险管理 到底是做到哪里去的 就是你让自己 一直暴露在风险 那为什么呢 所以我直接说各位 如果你是这样 我直接说你愚蠢 我的目的不是真的 就是不是真的 就是想骂你是说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才有能力 才有能量 可以去帮到更多的人 这个你一定要能够听进去 因为我看过太多 那个很愿意立他的人 最后被这种黑洞人 你知道吗 一直往下拉 更就是更可惜的是 其实我有看过有人 他原本是恒星人 就是他原本是 真的很愿意帮别人的 他后来完全黑化 他后来也变成是黑洞人 哇你知道 我看了很不舍 就是他本质上是好的 他是愿意帮别人的 但是他身边太多这种 喜欢把他往下拉的 那他们成功把他往下拉拉 一起在这个阶梯 就是在底层 哇那他们就很开心 哇多一个伙伴加入 然后多一个成员加入 我们这种 就是黑洞人这样子 天啊我真的是 我看到这期 我心里是有点情绪的 但是我也知道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都有自己的关卡 那我也没有太多能够介入的机会 只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对我希望如果你是 现在你在听 如果你觉得你是恒星人 你一直都想说 我可以帮到别人 我是会愿意帮的 那我就跟你说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那另外呢 你也要理解啦 就说 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 你就没办法 那遇到的时候 你也不用太觉得怎么样 也不用太大惊小怪啦 因为这就是人生嘛 但是你就是懂得去做筛选 跟保护自己 其实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用心感受 用心感受 会让你更能够去觉察出 对方的感觉 当然我也遇过 我身边蛮多朋友是 他们敏锐度真的很差 就很多东西 他判断不出来 那我觉得他也是经验跟能力啦 所以我也想 我到时候六月的这个工作坊 我会把这一块放进去 所以我想到时候 会跟大家公布 就是我六月份 时间已经都出来了 就是我会举办一个工作坊 叫做影响力社交述 就叫大家怎么社交 包括怎么看人 包括怎么去建立好的关系 好的信任 这个就是我到时候六月的工作坊 在四个县市 台北 新竹 台中跟台南 我会举办的 那其实我有换主题 我原本的主题 是这个跟吸引力法的相关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更好的是 我把吸引力法则套在社交术 同时又附加了 教大家怎么看人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非常实用 非常有趣 甚至我得说 也许会成为你 一辈子当中 就是最重要的 不要说最重要好了 就是前几重要 或是前几关键的能力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当我学会筛选 学会看人 学会这些一切的时候 我的生活 我的环境 我的能量 哇 翻天覆地的成长 那个成长急速你知道吗 那个成长不是你 什么多看几本书就有的 那个成长是 你原本很像是 被绑在海底 然后你那个绑住的线 终于拆掉 哇 你迅速到了这个 这个海平面 哇 迅速才知道 原来这世界长这样 哇 我就有这种感觉 哇 终于脱离了 我觉得哇 原来这世界超美好的 我差点以为 这世界很黑暗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 这本书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那当然最后他就说 那我们一起 可以来设定说 我们来成为别人的 维他命人 那怎么辨事呢 维他命人是这样 大家听听看 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 首先第一个 维他命人会提升 你的自尊心 有吗 各位身边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如果有就给他一分 第二个 维他命人会支持你 会激励你 会鼓励你 有没有 第三个 维他命人会激发你 最好的一面 第四个 维他命人会试图 缓解痛苦的时刻 第五个 维他命人会希望理解你 而不批评你 第六个 维他命人会传递 欢乐和热情 第七个 维他命人懂得感恩 并传递感激之情 第八个 维他命人会帮助你 摆脱负面情绪 并强化正面情绪 第九个 维他命人富有幽默感 反正都只有九个 所以如果你觉得刚听下来 你发现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我鼓励你 就算你可能跟他不一定很熟 我都鼓励你说你就是视讯他 然后就是跟他 好好的道谢 或者是好好的跟他说 我听了这一集 找到你的维他命人 然后我听完之后 这位说了几个项目 我发现 哇我觉得你全部都有 所以我想要特别跟你说谢谢 这样 这样是不是很棒 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成为维他命人 然后我们也找寻身边维他命人 我们一起互助 互相帮忙 同时我们懂得保护自己 我们要有慈悲心 同时我们要有帝王术 我们要懂得 知道怎么立他的同时 也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大家喜欢我们下一本集 希望大家听的这本书会喜欢 我们下一集与大家再相见 大家拜拜